另外,县府鼓励厂商到利泽工业区投资,特别订定了宜兰县奖励工商医疗投资实施要点,补助厂商土地租金。 可是因为县府财政枯竭,已经两年没有合拨奖励金。 为此,利泽工业区发展协进会,今天特别代表厂商发声,希望县府尽速合拨,以利厂商资金运转。 利泽工业区厂商发展协进会理事长游充募表示,县政府已经两年没有合拨投资奖励金,总金额一亿两千多万,造成22家厂商的困扰。 因此特别利用今天工商座谈的时间,建议县政府从明年开始,逐年合拨奖励金,以利厂商资金的调度。 我们希望县府可以十年偏略,每年可以分作两年至三年至四年,可以一年偏一块。 不要说要到一百五年至一次都要给我们,并且说我们这些波索款都算在成本里面。 本身啊,冬村006688的时候,如果要设计县商商,都是抱着这种,我这就算在里面。 他们说希望,算是官府可以提亮到工商街,大家目前的一些困境。 对此,县政府表示,因为财政困难,仅能先行补租房屋税和地价税等等款项,未来将看裁员状况,尽速征略预算来补助,预计三年内全数合拨完成。 并且设计县商商,保贴266688的这个部分,虽然大家觉得官政府好像有收集很多,都不够够够够够,基本上,那都是专案的价位。 你又看买买20年,那是一个区团,专业的材负的价位,你不能拿去保护。 而且,我们欠三百多亿,你如果没有缓,顶头就会把你抹缩,台人就有要救自己。 所以,我们有一个财政的困难,尤其中央的财政收集会没办法,还没办法,一年,要查我们8亿这10亿。 所以,基本上,我们现在减客,减客。所以这几年内,我们都会想办法,和,我们现在要先告知,要限制人的财务,要限制人的财务。 如果没有办法,这个财务,就会不会财务。所以,我们应该是说,三年,三年内,会把财政,会限制人的财务。 宜蘭新闻记者,赖福星采访报导。